在此,由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 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一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地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实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味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 1929年已还知世界经济危机,终究摧毁出1939年之二战恶果,因见不原意。 在此,国朝无需及及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保党同胞们是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要舞羊威炫肌肉。 就无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封衣足时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5.意识形态偏见与梁正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着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达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 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无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 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是景象,扬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凡已。 而且,就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无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义。 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访论者大言滔滔,指示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看似振振有词,实则根本无理。 纯然混淆是非,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 而与邪恶为武,为邪恶章本。 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服载臣,为祸为福,因而, 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解释和判别。 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藏忧患,早已小于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历现民主与极权专制之意于人情,不可两立。 良政善致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融混淆。 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枪害原著名的种族主义, 对于贬义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总之,对于凡此种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挙,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 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作祈福人生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门。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正的那种主义之巨齿,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索陈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 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科法术, 日尔曼·马恩之狂悲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史达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柔混容。 以所谓的历史规律载致当下的人是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利与财富。 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事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是同于取与夺的殖民地。 特别是他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同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重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无土陷入血海,天下颤利。 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失衡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国惨遭毁灭。 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思主义之厌恶,排挙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无名,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凯。 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国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 在此设问,与此处替,为人是生活不妨,唯恐其少于缓,不但其反与素也。 君不见,自由正体世界居安逸于,成平气久,乐无斗志,大哥二哥马子哥,致使法日思主义做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于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 将转位转之际,法日思主义借助体制暴力,反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城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实不我代义。 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 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 刚举目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至依法,凡此正道与治道,位为其刚义。 顺说一句,只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是前客术士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 保尔森是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烫浑水。 锐性之恶,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事,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片大恶。 笔者深说知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风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 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变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偿也。 恰如网易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裂点竟然是一场洒波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凑理。 非戒选之极,却为走夜之患,无他,即此法日思主义也。 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则就是道德偏见,岂非华天下之打击。 六,以真相与责任电力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究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否则,便是恶政,国将故国。 与此以私,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资料,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 为此,旭以国务院白皮书行事,在明期间央帝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1月3号与1月7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 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意识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汉泽地修建庚子枯墙,刻上所有此役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族年月,寄托哀思,永明教训。 第五,在武汉泽地树立包括发烧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一名塑像,以致永灭,伸张公民气节,包扬公益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疏护婿基金,不包括删帖类似的王景。 第七,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王景恶症,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善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 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远景权利,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 立刻停止全国犯内大规模强拆之暴舔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 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某某独占之纪念唐改建为华夏先贤词,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之事。 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 寻此往前,静静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首支五支,足支导支,挑挑简简。 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事格的物业管理公司。 总之,启动正改进程,明确宣示正改时间表,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是不我代意。 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避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亦或恐吓大众之论也。 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5%的精英意识之前赋后继,示范推导。 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十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 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 此其时已,其必红眼。 总括而言,此番大意暴露出的体制之必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变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 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反毛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州这一危待景象,有待于极客拨乱反正。 重规立现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 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 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易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 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视耳,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 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投念那样胡诉狗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分人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治继续施虐仪。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生平,肮脏的仙怜寡耻,够了,这萧萧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 这是雪的红潮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狮山雪海,更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愤然,悠然而创然矣。 庚子春末夏初,愿意识划